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人的堕落是从一开始就严重 还是渐变中越来越严重的 第一点人堕落的确很严重 人败坏堕落是全然的败坏 当然这个不是程度的败坏 是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刚才所讲的知性也好 意志也好 或者包括这个知觉情感等等 都受到了污染 人的生命每一个层面都受到了罪的影响 因此我们是全方位 全方面的败坏 每个层面都败坏 但是程度呢 根据很多圣经的见证 我们说堕落的恶的深化程度 圣经里也有见证 最典型的 我们除了从创世纪往后读 我们看到那个人类如何越来越堕落 那个脉络大家也能读出来 我就不淤淤举证了 那再一个例子 保罗在谈到新造的人的时候 这新人渐渐的被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的时候 和旧人做了对比 哥罗西书里面也谈到 以夫苏书也谈到 就是这旧人是 渐渐败坏的 因着私欲的诱惑 渐渐变坏的 所以圣经里有很多证据证明 人是越来越恶 特别是末后的日子 人更恶 保罗在《提文太书》里面 举了末后时代的危险 人专顾自私 就拿我们实际经验来看 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前 还很多的农村也好 很多的城市也好 人与人之间相对比较善良 但是随着 当然这个是综合性的 随着毛泽东把全中国人的 那些传统文化当中的 一些价值 一些信念 一些规律摧毁之后 又加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 自由主义 黑猫白猫 抓着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管是卖地沟油 还是鞋底子皮冻 总之你能赚着钱 你就是老大 这种传统价值观的崩溃 信仰的崩溃 加上物质主义 实用主义 包括唯物主义 这种进化论的这种 观念的灌输 人本性里面 很多原本在一般 普遍恩典里面制约我们 向往的美德被摧毁了 制约我们的那个道德 也被摧毁了时候 人就如同一匹不受约束的脱缰的野兽一样 沉浸在物质的享受 自私贪婪罪恶当中 所以中国现状 道德败坏现状 我们也看到这种近不到一百年 这种滑坡堕落的这种过程 所以人原本堕落已经很严重了 但是堕落之后 人实践这种恶 从本性里面涌出来的这个罪恶的墨子 去活出来的时候 那种程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体上是越来越恶 特别是我们看到越往后的时候 那种灵力的征战 这种来自抵挡神的势力和教会之间的征战 会越演越烈 越往后 我们不是后千禧年派 后千禧年的派的立场 基本上是乐观的 福音传到万邦 福音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人们都归族了 所以社会越来越变好了 然后人们就变成了一个文明 高度文明的社会 不是 圣经告诉我们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 普林斯顿的一些很多教授 这种观念也被抛弃了 后千禧年派 两次大战之后 基本上这种后千禧年派就没有了 更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 越往后越恶 你读新约书信 保罗的书信 特别是普通书信 越往后越黑暗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比这个距离主在林 比刚信主的时候更近了 保罗讲到的时候越往后越暗 所以这种从圣经里讲 从现象来看 经验来看 都是可以这么说的 越来越变重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种渐渐变重 就否定人堕落本身的这种严重性 对神的背叛 堕落罪恶对我们的迫害性很大 堕落是死尸 让我们变成死尸 越来越严重是死尸生出去发臭 散发出臭味 所以这个程度越来越重 但是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二 这败坏并非源自肉体和灵魂本身 而是因为神预定人类的始祖亚当将替他所有的后预和得招 或者失丧神所赐的恩赐 不明白 这就是我刚才其实讲了 因为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我又拿出来了 一开始我就讲了 这是约 上帝预定 与其上帝预定说 上帝定义 上帝就定义 或者上帝的计划 上帝计划就是安排的 用约来建立这种关系 透过约 上帝立亚当作为天然人的始祖 并且是作为约的元首代表 所以上帝就定了要与亚当立约 而且透过这一点 亚当的顺从 他和他的后裔就蒙祝福 亚当的悖逆 他和他的后裔就受咒诅 这是约的概念 我们称之为行为之约 或者是亚当之约 当然学者当中也有说是生命之语 因为这个约的本质是要赐予生命 并不是要咒诅人 只不过亚当选择了这个悖逆而已 所以这个名字很多 都是一回事 能理解了是吧 上帝制定了这种模式 由亚当的顺从与否 决定他和他后裔的命运 得到祝福 还是失丧已经得到的祝福 这个我已经讲过了 OK 这个问题就过 第三 基督徒如何界定自己的野心和羡慕圣工呢 那这个是比较具体的 可能和我们的本性与寻求神旨意之间有关系 其实这个不太容易 但是可以 我可以给你一些个人性的建议 如何界定自己的野心和羡慕圣工 同样看似想做一件事情 都是出自我们内心深处的欲望 是来自败坏的情欲呢 还是圣灵的感动呢 是出于旧的肉体的冲动呢 还是出于新的生命的这个恩典的感召呢 很容易区别啊 你先尝试着把这种欲望放一放 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做正常的事情 忽视它 如果这种欲望还强烈的话 然后你就注意它 第二 当然不是统一的 我只是给你敬意 第二 第二就是你留意 你想做某件事情 真正要得什么 如果是羡慕善工 不贪图虚名 那么可能不一定你要做你想做的那件事情 很多真正想侍奉上帝的 只要有机会就乐意 侍奉神的人 那我要想做讲道人 为什么要做讲道人 讲道人光彩 站在人面前 讲话多受人尊敬啊 教导人多帅啊 等等 这个都不是真正应该有的侍奉的动静啊 这是欲望 野心 做传道人怎么样 在教会里怎么的 就是所以你分析你自己这种冲动 这种欲望 这种愿望 意愿 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说 你在反省出发点什么 是出于清洁 还是出于污秽 追求你要得什么 从真正要得的 你这个不是在人的面前吗 你对你自己认真的去考虑 我真的要想做什么 我做这些事到底出于什么 为了什么 出于对神的爱的感激 那为什么要做 做这个要做什么 要得什么 讨神喜悦 报恩 无论人对我怎么样 无论有没有工资 无论人受不受尊正 再也就是当你去读福音书 好好读福音书 耶稣的事工研究 然后还有就是读保罗的书信 特别是格林多后书 然后包括他的幕会书信里面 你去理解 包括旧约先知书 你去注意 不是注意先知讲什么 注意先知和传道人 耶稣 先知 使徒们 他们事工的模式 他们如何蒙招 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面对这些 还一如既往的去做 被众人背叛 被众人误解 被众人诽谤 甚至要杀害 他们仍然去做 里面支撑 他们的这种动机是什么 如果这些事情临到我 我还要做吗 我真的能做吗 如果真的还愿意做 那可能就是羡慕圣果 否则 基本上是出于好奇 或者我们自己 都不察觉的一些欲望 所以我对那些 我自己是经过 很长时间挣扎 明白 我不是说寻求 是明白了神 确实让我呼召 呼召我来做传导人 我之前是铁路工作的 我很爱我的工作 我觉得工作也很好 很宝贵 也符合我自己的喜好 等等 我觉得在工作上 荣耀神 侍奉神 有时间去 在教会里服侍 也很好 在职场上去 为主做监政 做主门徒 这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 整个生活都是侍奉 但是我的心态是 如果主真的用我 我愿意 但是让我明白 后来我发现 不是我寻求神 到底你用不用我 神呢 你向我显明你的旨意 羊毛招数 我也用过 什么求平正 我也用过 但是后来发现 不是我要拼命 明白神的旨意 而是上帝 而是上帝要用我 他主动向我 显明他的旨意 所以后来我总结 对于我以前教别人 寻求神的旨意 很多招数 什么各种书籍经验都交 后来我总结最简单 登登登 拖拖拖 只要是神招你 他不怕晚 最终有一天 上帝一定会让你 确确实实明白 你不明白 无所谓 做你该做的事情 现在你在工作吗 热心去工作 上帝有一天着急 想让你知道 他要用你 他一定会让你 清清楚楚知道 不会让你 目冷两可的 犹豫豫豫的 对摩西 对大卫 对所有的先知 都是上帝主动显示 他们有自己的工作 上帝打断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放下上帝 现在手中的工作 去做上帝 要他们做的事情 所以上帝是要招人 虽然我们不一定 那么重要 但是上帝要招人 上帝一定会让你明白 你该做什么 所以不必要纠结 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好好生活 照顾家就好好照顾 在教会里 该侍奉什么 还侍奉 上帝会引导你 一步更清楚 但是你抱的心态是 羡慕善功 求主解敬我的心 建成我的心 摆上我真的愿意 出于感恩和爱主 去为了教会的益处 去甘心内服 哪怕经济 名誉受损失 被误解 忍受痛苦 我永远要做 这种心态摆好了以后 上帝一定会引导你 让你明白该做什么 所以很简单 拖 最最简单的 简单粗暴的方法 有一天上帝着急了 上帝一定会让你 清清楚楚的 给你确据 让你知道该不该做 是吧 所以做好自己 现在该做的事情 比起纠结 到底要不要放下 然后好好做 总之我就是主的人 无论怎么样 我都愿意侍奉 但是我纠结的事 我先放下 在祷告当中等候 直到有一天上帝着急了 清楚的 像你让 用你能够明白的方式 让你明白 他让你做什么 所以不必着急 不必纠结 第四 人的堕落是与生俱来的 并不是受造时有的 不理解这句话 所以这个中文翻译 是很容易让人误解 堕落 人的堕落不是本性 是与生俱来的 是我们在母府当中 前面有大卫那个话 我在母府当中就有了罪 所以这个出生 我在母府当中 就已经带着 亚当堕落的腐败性了 但是这个腐败性 不是原初上帝 创造我们的时候 给予我们的 上帝创造的是 完全政治良善 公义圣洁的 对不对 神看着甚好的 这样的存在 具有先知 祭祀君王 这样的尊贵的存在 承受神 生养中的变满地面 治理遮地的祝福 这样的存在 具有神行献样式的存在 但是因为堕落 败坏了 亚当堕落 他和他所有的后裔 都一同堕落 所以我们在母府当中 还没出生 还没思念 没有想法的时候 我已经拥有了这种败坏的本性 这叫原罪 在堕落当中 已经被污染 我们在堕落的状态 败坏的状态当中出生 所以我们一生下来 其实就有了罪 所以我们会犯罪 而这个犯罪是甘心乐意犯的 所以我们要负责任 最后 第五 我们如何衡量自信 自卑 在其中寻找一个均衡点 这个也是非常 这个也是非常个人和具体性的 自信和自卑 一般领域讲究自信 就像我们课程里面所讲的 基本上是在人里面找优点 但是找优点 因为人没有在恩典当中 真理当中 上帝那样特别的护理当中 所以人常常过度评价自己 过高评价 是吧 所以就出现了那种 过度的自信 盲目的自信 对自己的缺点 败坏 堕落 有限 不够认识的 不够充足 反而过大的 夸大自己的长处和优点 夸大自己的作用和功能等等 这就是一般领域会产生这种 所谓的盲目的自信 不太恰当的自信 换句话说 就是骄傲 过大评价自己里面的长处 看不见自己的缺点等等 不能看得合乎中道 像我们刚才所谈的 人的败坏性认识的同时 又看到人 虽然败坏了 但是堕落里面 人的这个理性 在一般领域的功能里面 还是闪闪发光的 艺术家呀等等 思想家呀 音乐家呀等等 道德家呀等等 那这都是在一般恩宠当中 人仍然可以称赞的 闪光的地方 上帝创造里面 在他的护理当中 虽然堕落当中 仍然保留了这些 一般领域当中的恩赐 那自卑呢 我们一般领域当中的自卑 其实跟骄傲是孪生兄弟 一个人骄傲和自卑是并行的 在某种特殊 某种情况下 顺心的时候 或者说 跟别人比较的时候 我具有优越性的时候 我会骄傲 反之 当我跟人比 有一种绝对的差距 弱于别人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种沮丧 挫折 挫败感 叫自卑 所以这里面的自信 不是正常的自信 健康的自信 合乎中道的自信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行性样式 我们不能轻看自己 我们是神的被造物 因此我们不能伤害自己 不能随意地去 轻视自己等等 或者轻视别人 这种健康的自信 还有 信仰里面健康的自卑 当然这个自卑 不是指自卑感 自卑感就是 比较之后挫败 比不上别人 拼不过别人 就挫败嘛 自卑感 沮丧 就前进 不思进取了 沮丧退后了 就躺平了 甚至自杀 信仰里面 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的大能的权下 这个自卑是指谦卑 谦卑不是 这个盲目地否认自己 我不行 我不行 我不是男人 我是男人 我就不是男人 我肌肉很厉害 我们能能拎起一百斤 小弟兄不行 拎不了一百斤 这个不就等于不诚实吗 不正是自己 上帝给的恩赐 这个不叫自卑 这叫假谦卑 不叫 不叫谦卑 假谦卑 以前 我在东北的时候 有一些温州同工 我不是蔑视温州同工 前一段时间 我也去了温州 就有些教会里面 一些奇怪的 没有用的 垃圾式的文化 什么叫小弟兄 你都这个六十几岁了 小弟兄 你真正谦卑 不需要自己标榜 小弟兄 反而这种东西 容易搞出 法利赛式的那种 所谓的虚假 你没有必要小弟兄 你干嘛要教小弟兄 圣经里面也没有 教到我们小弟兄 圣经里面教到那个小子 小子是只可以任何一个人 是吧 那小弟兄 小弟兄好像很谦卑 我觉得那个跟谦卑没有关系 有的时候就是 弟兄我怎么的 或者姐妹我 或者我都可以 很正常 不要过度的搞一些那种称号 好像很谦卑 法利赛人 那个袖子上 箱上 什么金纹条 帽子上 戴着盒 那个都是伪善 跟我们里面实际没有关系 所以不要搞那种 故意谦卑 就正常的 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所以自己的长处得以肯定 恰当的肯定 承认这是神的恩典 感谢神 上帝给我恩典 我才成为这样的人 无论是一般领医生 给我的恩典 给我一些做生意的才干 管理的才干 领导力 或者是逻辑思考能力 或者艺术方面的才干 或者音乐方面的才干 或者美术等等 这当然这都是艺术 懂懂不同的领域 什么医学上的呀等等 所以基督徒 在我对我们教会的 基督姐妹期待 我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忽悠所有的年轻人 奉献给主做传道 后来悔改了 不一定悔的人都要出传道 明明做医生 做得好的人 就不要忽悠他做传道 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价值观 把基督的香气 带到医院里面的医生 也需要 或者是其他的才能 做生意做得好的人 都可以很好的侍奉住 做生意做得好的人 结果辞了职 不做生意 去木会 木得一塌糊涂 你还不如好好去赚钱 用钱去支援 神的工作 对不对 去多帮补人 救助人 更好嘛 或者在职场当中 你做好老板 去管理自己职场 去在职场里面多多去发光 去影响别人 都要好 所以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 不要看得过高 也不要看得过低 能够看过高 看得合乎中道的 这样的能力 是在于 你圣化的程度 你在被真理充满多少 被圣灵掌管多少 你的情感 你自我的认识神 认识自己的那个 那个度 是你和 你圣化的程度 你被上帝的灵和真理 更新多少 掌管多少 你越能够更恰当地看自己 不至于过度地悲 虐自己 我什么都不是谦卑 在神的面前可以说 我就像去一样 误会 我就像尘土一样 一无是处 可以 在人的面前 不必要过度地那么讲 内心当中真的这么承认 自己的卑微的同时 软弱的同时 也承认 上帝给我的恩典是什么 所以两方面都要看 看到我自己的不足和软弱 看到神给我的长处和恩典 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也知道自己不能做什么 这在教会里 侍奉也很重要 他有很多恩赐 有的时候表现像天使一样善良 有的时候表现像魔鬼一样邪恶 当然人性里面 两面性 在他身上体现的特别清晰 他就有一个最关键的弱点 就是总是不知道自己是谁 站哪个位置 干什么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当然他可能也跟他的社会经验 家庭教育有关系 在公司里面待久的人 一般这个本位的这种意识很强 就算你不读圣经 在公司里面 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 岗位的这个职能 职业范围 职能范围 你不可能随便越谢的 所以他呢 可能这方面比较弱 按理说在韩国待了这么久 但是还是没有概念 总是说一些不该自己说的话 作为不合乎自己身份 不该自己讲的话 自己就乱讲 冲动嘛 好表现嘛 他为什么这样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他的欲望太大 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欲望 所以 禁止不住要表现自己的时候 说了不该自己说的话 这个事 讲这个话应该有别的领导讲的 结果作为他不该讲 他也保闭嘴的 但他讲强话 结果就说了那个不符合自己身份的话 然后有些事情不该他管 他就好奇心 总欲望多 约束不了 所以就总去越过自己的范围 自己工作范围 去侵入到别人的工作范围 恩赐彼此配搭 各自有各自的岗位 嘴做好嘴的工作 手做好水的工作 互相协作是协作 但是有一天嘴开始要抓东西了 那是小孩子不成熟 对不对 用嘴去掉东西 或者残疾等等 不得不用嘴辅助 那有一天手要说话 那不变成怪物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种 他就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所在 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好像自己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呀 所以什么地方他都要在 什么地方他都要参与 什么地方都要说 什么地方都要讲 就这样子在教会里面服侍 给别的同工带来很大的痛苦和干扰 所以骄傲也好 自卑也好 自信也好 和你圣化的程度有关 你和上帝的关系 你因着真理 在真理里面 在整个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上帝的真理更新你的心意 你明白神的旨意 你就能够认识自己 也认识神 某种程度 在圣灵的引导下 发现自己的恩赐 发现自己的短处 我在行政上有恩赐 在治理上有恩赐 我在教导上弱 我在教导上有恩赐 在治理上弱的话 那就需要和别人配搭吗 圣经就是喜欢软弱的人 因为软弱的人 上帝给他某个功能 所以他就依赖别人 在某一方面软弱 他就依赖别人吗 所以肢体配搭吗 每个人都是权向冠军的话 这不是什么好事 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出乱了 所以我A方面刚强 B方面软弱 所以我需要B的刚强 然后B需要我的A的刚强 所以彼此配搭 彼此成全 这是教会 所以自信自卑 需要在真理和圣灵里面 在基督的成圣的道路上 成圣的程度不同 越认识神 越认识自己 就越能恰当看自己 看得合乎中道 这个恰当 不是用自己衡量恰当 也不是根据别人恰当 而是根据你对神的认识 和对自己的认识 对教会的认识 整个综合的认识 你知道自己应该 在哪个度 哪个量上 所以就不会过度地膨胀自我 也不会过度地推却责任 有的时候 毅然扛起自己责任的时候 就看似骄傲地 就站起来承担责任 有的时候该保持结末 像自卑一样 就该退的 不是自己伸手的 就应该保持结末 所以这个是跟承圣的程度有关 OK 我不愿意 随ği 是 这个时候 发生这种 尤部 很醜 这赛 辈的 这 TI